我們第一次 就算基調 然後我們都沒有裝備 所以這次跟那個 借來的 對 借來的 然後呢 配上那種三間卷 然後我們會這次會比較特別的方式 等一下可能會我們會出動手乾 然後我這邊用阿波的方式 然後龍野他這邊的話 重標 重標 就是嘗試三種不同的 調 駐 好不好 釣 走 好不好 所以我這邊等一下的時候 我們會先選如何綁線 OK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叫邵毅 然後這一次幫大家解說一下 我們目前比較熟悉的基調釣法 一開始我先來介紹P線的母線 你們會注意到這裡一台中基線 好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釣增場的時候 我用了1.2的PE線的話 我的千六千 好 我的卡拉棒 這一組千萬不要去用 尼龍線上面 為什麼 它只要稍微移動 你的母線就傷了 好 它適合用在PE線上面 為什麼 它的材質 橡膠比較硬 而且它插進去完全是不會動 好 所以說你在調整的時候 然後稍微移動的話 你的尼龍線 像這種尼龍線 只要一動 幾乎都是會刮傷 那為什麼 我會去做這一段的中基線 我的長 又很深 10米 20米 然後伸出的時候 我中拋的卡拉棒 會直接往下滑 那我如果說 因為風的力量 把我的制線帶到 我的釣竹已經浮到水面了 但是 魚又瞬間拖走的時候 我瞬間打 瞬間羊竿作合的時候 我的這個卡拉棒 它會往下衝 直接衝 如果說沒有這段中基線的話 它會直接到這裡 你在開箱做合的時候 你竿子的反發力 是你想像補到的 好 那所以說它會直接往下滑 滑到轉環圈的位置 那轉環圈這一段中基線 還有一個用處 我把它調長一點點 那相對的 一般我們在用線的時候 這一段 卡拉棒中間這一段制線的話 一定是被我們扶搖長 因為它才不會用像這種這種的 有顆粒狀的一些木印的話 它比較會纏直線 纏了之後 你不一定會開 那我在這一段的過程當中 我按在底 再怎麼纏 它還是會開 為什麼 它比較 號數比較大 它比較硬 它不會去纏著 而且你的 你在拋走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 你的線出去的時候 你的這一段中基線 比較大號 這個中基線的話 它會產生一個 稍微有點U型的這樣出去 你的直線會在這一邊 或是這一邊 會產生一個小的U型出去 所以說你的直線會這樣子 有點彎彎的 所以說你的直線 不會去纏到你的母線 好 這是一個PE線的一個優勢 那PE線更大的優勢在哪裡 比如說距離 你尼龍線拋不到距離 它都可以到 拋得到 同樣用六千 你二十米 我可能到四十米 大爆 好 因為PE線它有一個 距離的一個優勢在 那在它的一個 拉力值 好 我們以兩個號數來算的話 我如果用一號的話 它是我們的二點五號線 尼龍線的力量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用尼龍線的一個釣組 那這個釣組的話 我要強調的是這一個地方 很多人在這個線擋的部分 或是擋鬥 你要擋深度的部分 去做棉布擋 用棉布線去擋 棉布線去擋的時候 它一滑動 就跟剛才所說的那個 紫色卡拉幫一樣的同樣道理 它一定會髒線 那一般我們平常在用的時候 我們用棉布擋 就是一個太空鬥擋鬥那一種 小顆的 所以說因為我今天用大顆 給大家看 其實它很小顆 它的耗速可以撐到六號尼龍線 再大的的話 你可能要慢慢推了 沾口水啦 沾什麼水都沒關係 它會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滑動 那它的優勢 是因為 尼龍母線的話 你在做掉的時候 你用很細的線 我今天用二號的母線 但是我用零零八的直線 但是我的線不會斷 為什麼 因為你的母線會有一個張力 延展力 你在釣一些比較嘴尿的 好比說愛吃不吃的啊 想盡辦法要騙它 線就越越用越細 勾子越用越小 當你重圓那一剎那 我要怎麼辦 但是你有想到你是用尼龍線 崩住就好了 等它沒膩吧 這個母線它會幫你延展 所以你竿子彈性 它反發力不會那麼大 直接上來 像pd它是直接就上來 反發力會直接反發出來 那尼龍線的話 它的反發力會比較慢 所以說你的直線 用細一點不會斷 好 只是優勢在於這邊 那再來阿波 它的調子很簡單 齁 尼龍線 尼龍線三邊的話 一樣是用明布擋豆 就用太陽豆那一種 好那 你這邊會有擋珠 好 那阿波的話就像我講的 V 波2V 那卡拉棒的話 這種卡拉棒在尼龍線上面的話 它是不太會滑動的 一般我們比較軟的卡拉棒 它在這上面是不太會滑動 你看用力拉 但是它還不太會傷牽 為什麼 因為它是軟的 好 我剛才說那是硬的 這是軟的 所以說你在做滑動的時候 甚至於說 稍微動一下 不用沾水沒關係 好那 在這個部分的話 還有 我們怎麼去做 做夾咬牽的動作 一般夾咬牽 有人是夾在卡拉棒上面 可能夾在卡拉棒下面 然後甚至於是夾在像 如果說今天八隻碗接的話 我會接在八隻碗下面 好做一個 那我的指線是完全飄的 那完全飄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有打右耳 很簡單 我的右耳打下去的速度 它反乘速度 那我的耳再跟下去的時候 我要怎麼誘掉 我的耳 跟我的 右耳 下沉速度 如果說我的耳過快 你會看到上面一層霧霧的 然後你的耳就在下面了 那是因為你過快 沒辦法又要同步 那今天 如果說 我的耳已經下去 但是我的 我的右耳下去了 那我的耳還在上面的話 這個時候 必須要夾鉗 然後鉗再加到加法的話 我們如果說我今天的指線 很簡單的 基本 就是一旬半 展開來再加回來 到這裡 展開來 再多拉一手 我們稱為一旬半 在一旬半的過程當中 我會在 鉤子算上來的三明治的位置 會夾一顆大概八號咬籤 然後為什麼要先夾八號咬籤 我要先 打了右耳之後 我的吊組跟下去的時候 我要看我的耳的速度 有沒有 跟我的耳 同樣速度在反乘 如果我 我的耳跟我的 右耳是同步的在反乘的話 那我夾八號就夠了 不用再加 如果再加的話 你變成要加上面二分之一的位置 好 再加一樣可能會加一顆 八號 或是把八號移上去 下面加一顆十號 去跟著你的耳整個這樣子下來 以上的吊組的話 目前 大家還有什麼疑問嗎 稍微跟那個PE線 可以拿來釣阿波 釣寶 可以 我跟你說這三種釣寶 全部可以換成全部PE線 也可以全部換成尼龍線 只是說你在 釣組上面的一個組裝的時候 有一些適用 有一些不適用 可能 從新竹以南 到 高雄 這段一些地區的話 可能會用五米三 如果是 北部的話 像 一些北部的基調場合 它可能會用到六米三 或是南部肯定 那邊會用到六米三 為什麼 因為它的 那個朝鮮膠帶 那個朝鮮膠的一些膠帶 太長 太寬了 甚至於 好比說 我現在要離到一個落站的話 可能要拋到二三十米 差不多一個落站 你幹子甚至會 可能會提的很高 這一個做釣方式 那我們在北部的時候 以前我在北部釣的時候 會拿到 二十米尺 是因為我釣菜 那個 五根都很重 本身自動大概五六千 那你甩幹的時候 因為你已經站在水裡面 水裡面的 你的控幹距離 跟你的一些動作的話 你包括你的指線 如果說 你拿到幹子不夠長的話 只限幾乎都拖地 可能都要拿到上來 然後去做拋頭 所以說在北部 一些 像 龍洞那邊 或是一些 來來釣場那邊的話 他們釣菜的話 可能會拿到六五三的感覺 我們這支浮標 它做五五型的 它是一個暢浪型的浮標 一般我們 四號掛四號上去 大概到這裡 可能是白線 或是白線下 到這邊 它湧浪來的時候 它會直接 拉下去 然後它為什麼不會浪 因為它會消浪 虎路形的這個部分會消浪 所以消浪的話 這邊撐著它的浮力 然後這邊頂著 然後從浪水從這邊過去 所以它會做一個消浪動作 那你在過程當中 你湧浪上來之後 浪這樣上來 然後它會被擺入 它就這樣子 從這邊過去 然後叫它去寫掉 那寫到過程當中 它會這樣符合 它會站起來 所以它抗浪性比較好 那如果說像我這種的 湧浪一來的時候 連看都看不到了 因為它 纖細型的 它沒有一個抗浪性的 它 比較適合 掉像這種 比較進水區 或是港內 或是一些彎區 內彎型的那種海邊 所以說這種是敏感型的 然後這種是比較鈍型 所謂比較鈍的 以為人家台語講的 這個比較暗的 這個比較密的 這兩種 OK了嗎 那謝謝各位 有了有了 中魚了中魚了中魚了 中魚了中魚了中魚了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和小鈴鐺喔 謝謝